微风女神郭媛媛不让大牙一个人 挺身爆料被陈建州性骚 隔天范伟奇IG发文护肤 表示旧家只有一张床 没有另一张 还强调认识黑人的都知道她 滴酒不沾 反驳郭媛媛指控有脸书粉专 PO文表示夫妻租大坪书的房子 还有生子打算 质疑家里怎会只有一张床 也有网友翻出当时范范旧家 正是民生社区豪宅 格局三房两厅 打脸范范的一床说 躲置于黑人的滴酒不沾 喝不喝会 喝不 2021年黑人和球员聚餐 其中张伯伟酒驾闹上新闻版面 当时海产店老板只指一行 三十几人喝了二十多瓶威士忌 散会时每个人都喝醉 网友也挖出2013年 陈建州脸书照片 家里后排满满的红酒罐 还有夫妻俩曾经一起喝啤酒的合影 和范范所说的滴酒不沾很有出入 他就是喝醉的时候 他比较放得开啊 Makio节目上也曾经爆料 黑人喝酒后放得开 但是29号直播中突然接到范伟奇来电 希望帮忙发文 澄清黑人不喝酒 网友怀疑是不是被强迫 没想到Makio底下留言默默按了赞 在针对范伟奇所说的 只出门五次 网友也挖出范范过去 一篇篇发文 有聚餐生日趴唱KTV 累计外出至少十次 现在更有自称曾经是黑人的经纪人发文护航 黑人本来就爱开玩笑 纷纷跳出来 小麦黑人逐一反驳 却一一被打脸 恐怕只会让黑人这起MeToo事件越描越黑 三宣的高官宣来一次台北采访报道 穿着PLG的束裤在场上投篮 身为联盟执行长 陈建州却卷入性骚风波 形象崩快 撤换声浪不断 要不要换掉 陈建州联盟至今没有表态 也都避开逢口浪尖 一早直栏座谈会原本出席名单中 有PLG桃园领航员总经理陈信安 以及帮陈建州写提告声明的 联盟律师王健安 两人临时缺席 以这个主办单位的立场来讲 其主要希望大家聚焦讨论的是 关于篮球资助的发展 那当然也晓得说 最近一些事件发展 那所以可能在这个角色上 由我来出席会比较合适 直栏三大联盟合并议题 一直是讨论重点 随着信骚事件浮上台面 外界关注是否影响台湾蓝坛后续发展 篮球圈基本上大家的重点都是在篮球上 那个人实惠我们没有多大的留言 因为我们球团还是秉持的把篮球市场做好 我是一个篮球迷 那我当然不希望有任何事情会影响到台湾未来篮球的发展 可能还是必须由他们的球团跟股东之间来讨论如何去面对这样的危机 那我希望不论如何他们怎么处理 都不要因为个人的争议去影响到未来台湾篮球的发展 事情爆发至今不到一周 陈建州持续身影 民众负变印象加剧 恐怕无形中已替球队带来伤害 三连新闻过去爽一台北 马蒂尔爆黑人乱青出来面对 两年前就被单头警告 陈先生请自重啊 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 前阵的局都图黑人陈建州 因为家里饭饭不好吃 跑到外面吃草饭 6月27号被大牙控诉 企图硬上 隔天饭见夫妻以阿齐来提告 并且求偿一千万 殊不知啊一千万又逼出me too 微风女神郭媛媛 28号提报被黑人两度抢压在床 不断要求女生亲吻一下 我在逃跳者爬起来的时候 听到她说 哦这种床不可以 我脑中闪过对那句话的理解是 这是她与范范的主卧室 陈先生请自重啊 but对于郭媛媛的控诉 黑人没再寄出第二个一千万 而是透过经纪人说 针对莫需要的指控 我们不再回应 当天深夜的陶晶莹 也在脸书发声 姐姐妹妹站起来 黑人的黑历史则是被网友挖哑挖 免费的永远最贵购免之 而且不只是我一个 你还清佩茨啦 还要清耶 她就是喝醉的时候 她比较放得开啊 然后你就操纳 陈先生请自重啊 你们原来就有被清过吧 问大 mercado 知道比较多吧 大脸红欸 对喔 那是你吗 你先过 一定也有 我印象中有怎么样吗 你那一片芒芒 一定是在呀 我学习为什么要一直讲啊 不是这样啊 你怎么会讲清楚 对于当年节目爆料 马皮尔说 我们是把黑人哥当姐妹 所以他说要亲我们 我们都不觉得他是性骚扰 所以才说OK吧 但万万没想到 现在不是只有我们姐妹而已 他也会要求小妹妹请他 我真的希望他可以出面说明或澄清 陈先生请自重啊 两年前王力宏的雷神剧垂发威时 南辰妈妈成员弹头也点名 剪中那黑人哥 不是所有天王最永恒的朋友吗 不要让小咖我戳手 你找谁跟我讲都没用 相信我 阿哥在格斯奇当时也说相信弹头 因为弹头开车转过周结婚 由上节目承认此事 黑人就很多故事了 但我们自己能力有限 我们也在学习 2009年黑人发起Love Life公益活动 一件T恤要580元 却被爆出一件只捐100元 事后才得知的民众颇为不满 黑人说呢 只做成本180元 还要扣掉营业税 营锁税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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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会缺多少才会预留税款 陈一如今也提出质疑 如果是交给慈善团体来卖 根本不需要扣税后 账目不清不愁 就是在消费公益 把Love and Life变成了Love and Light 因为F拿去用了 我们也要帮他讲办法